从婚戒的价值来看 林志玲真是很为夫家 节约前的好媳妇了 完全不像很多女明星结婚都带着巨型鸽子弹 44岁台湾第一名模林志玲 将在11月17日与日本放浪兄弟成员Akira 在她家乡台南市美术馆举办婚礼 将以先举办仪式后办婚宴的流程进行 今天小两口先现身 与志玲妈妈无词没有渊源的拳台 无姓大宗词彩排 挽着头发打扮优雅高贵的志玲挽着老公 恩爱十足 两人在彩排时志玲姐姐一度感动落泪 还用手势去脸上的泪珠 而老公则喜笑颜开心情破好 在排练先头杀的环节时 两人还相视而笑 洋溢幸福的感动 彩排当天还有一辆白色的劳斯莱斯婚车出现 应该是明天林志玲的主婚车 真的非常豪华气派 很符合志玲姐姐的高雅气质 林志玲大婚婚戒也是网友关注的焦点 不过在婚宴宴请韩汉照片里都未曾看到婚戒踪迹 今日婚戒终于现身 从照片中能够很清晰的看到 志玲姐姐的婚戒以花朵造型 镶嵌满钻的定制定情节搭配单圈献戒 台媒报道称估计总价约40万至60万元 换算成人民币的话价格约是9万至13万 而Akira无名纸上则带着无相钻款式戒指 价格约5万元 人民币约1万左右 林志玲的婚戒与定情 戒级可能是定制款 材质是18K白金或者薄金 林志玲佩戴的单圈定情戒估计约价值10万元 人民币2万多 从婚戒的价值来看 林志玲真是很为妇家 节约前的好媳妇了 完全不像很多女明星结婚都带着巨型鸽子弹 除了婚戒之外 林志玲代言的某品牌手表 也早在她登记结婚时送上对表 在表的背后还刻上了两人英文名 更把首字母的C与A融合为图腾形象 象征着花好月圆 林志玲今日佩戴的耳环也是由品牌赞助提供的樱花金钻石珍珠耳环 要价5万1千元 换成人民币的话是1万元左右 是品牌商送给志玲姐姐的结婚礼物 结婚不铺张浪费一直是林志玲内心的理念 这点从她选择举办婚礼的地点也能够看出 尽管林志玲结婚没有闪耀的巨型钻戒 但这就是嫁给爱情的模样吧 与金钱无关 与金钱无关